今天有位市民林女士给我们说,今天凌晨她回家的时候,在电梯里遇到了一件让她非常恶心和害怕的事情,她觉得自己一定要站出来说到说到这事,不能选择忍气吞声。 今天中午,记者在西安北郊的海景台北湾小区见到了林女士,她说这事发生在今天凌晨的12点半,就是小区的这部电梯里。 夜深远镜,孤身一人的林女士突然发现,电梯里站在她身后的这名男子有些不对劲。 这一幕正好被电梯的监控露了下来,林女士说当时她被这名男子的举动吓了一跳。 可是呢,又不敢声张。 然后我也不敢往后看,突然我走到15楼,我就往后,我叫她一看,我说你干啥? 她说她没干啥? 到了15楼,这我刚好喊我老公,我就这样把门,你这样推着,这样一直在抵着,她一直在推我,推我又行命地这样抵着。 而这时呢,听到媳妇呼救的林女士老公,迅速地冲了出来。 我就问她,你是不是在小区,她不是,那你上了三楼,跟她老婆上了干嘛,你裤带为啥解开,当时为啥裤带解开,拉链也拉开,你推我老婆干嘛。 她说我没事啊,我就是只是一个人上天台,吐出风。 事发后,民警不一会儿就赶到现场,将行为不轨的男子和林女士的夫妇带到派出所调查。 遭遇这一劫,林女士从派出所回来之后,一宿都没睡着觉。 一直就是哭,睡一会儿,醒一会儿,然后接着哭。 林女士说,昨天晚上因为同学聚会回来得晚,幸好她进小区后,给老公打电话,让她开着门等她。 不然,真不敢想象后果会是怎样。 记者了解到这名变态男子姓杨,今年26岁,未男人,自称呢,在小区隔壁的工地上班。 现在下去派出所,已将其控制,详情正在调查。